一般人讲什么 天灾人祸 水灾火灾风灾 这个地震 瘟疫 从哪里来的 它的根源都是贪嗔痴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 如果你心里头没有贪嗔痴 这许许多多的灾难 你都遇不到 瘟疫的疫区 你去的话 你去到里面去 你不会被传染 为什么呢 你里面没有这个 这个跟它感应的条件 病毒的传染 需要有媒介 媒介是自己的不善的心 卧灭 跟它的毒 起感应到疆 那就很容易感染 如果你心地亲近 心地慈悲 没有贪嗔痴 这个念头 你就不会感染 这个是从 根正从 于理原则上说 所以人不能不修善 基击祸福 真的在一念之间 一念善 大吉大利 一念不善 大凶 大祸 我们如果真正有心 希望去疾避凶 去疾避凶 如何识呢 那就是断悟修善 你们有灾难 真地是古人所谓 你是个有福报的人 心地亲近 有智慧有福报 遇到灾难了 言语说得好 逢凶化吉 遇难成想 转变呢